大家好,节目开始前,我先给大家告一件事情 明天我将和我的太太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大概在半个月左右 然后我们会开着我们的丰田570皮卡 拉上我们的小房车 然后带着我们的狗儿子拉姆 跟我们的狗女儿Lucy 还有我们孟儿子Smart 我们一家五口人出去放松放松 由于我们现在年纪也稍微偏大 就是每天开车时间不能太长 我们基本上出去呢 就是每天开车呢 就是在三四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会找录音地住下来 假如说这个录音地有信号呢 我也会提示给大家出节目 然后没有信号呢 那也只能遗憾了 或者是录的节目呢 到有信号的地方再发 因为我们现在出去旅游呢 主要是一种休闲嘛 就是到某个地方去呢 住一住 安安静静的在那个大三中呀 放松一下 这是我们的旅游的目的 不像是年轻的时候旅游呀 恨不得多跑几个地方 现在旅游的方式也变了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还是聊中国国内的事情 而且呢 这又是我们那个荒唐国的荒唐事吧 长春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长春成立全国首个 十荒者流动党支部的报道 十荒者在各级党组织的帮助下 团结互助爱党敬业 现在已成立了党总支部 拥有一百一十五名流动党员 下设六个党支部 覆盖数万流动人口 所以呢 他还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流动到哪儿 都是鲜艳的红旗 所以这个事啊 确实是全世界首创 他在东北的长春呢 就出现了 因为这个报道呢 他也讲得很笼统 没有系统的报道 比方说 这个党支部是如何成立的 这个主要的党员是哪里人 覆盖的是哪些区域 这个呢 他都讲得很含糊 他就是很笼统的说 长春成立的这个首个 十荒者党支部 然后呢 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呢 就介绍了一下 所以这个事真的呢 还是地方政府为了邀功啊 做的这样一个新闻报道呢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这个 假如说呢 有长春的朋友呢 可以核实一下 那么我们就说啊 这个十荒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啊 就说的那个破烂王吧 就是收破烂的 也可以说是物资回收吧 就是搞这类的人 经常我们在街上啊 能看见这个登三轮的 还有拉板车的 走街串巷的 吆喝的那个石破烂 这个呢 就是学名啊 叫这个十荒者 假如说 他这个党支部是真的成立了 那么证明这个十荒者的队伍呀 已经非常非常大 他说呢 已经覆盖了数万人 我就不知道啊 长春那个地方也不是非常大 难道说他真有数万个石破烂的人吗 对不对 哪有那么多破烂去石呢 所以我怀疑他这个数字呢 是不是真实的 另外他说的这个流动人口 那么流动人口又跟石荒者不是一回事呀 对不对 流动人口是很多的 所有在外地打工的 不在原地的都叫流动人口 但是他们不等于是石荒者了 所以说你这个标题说成立了这个石荒者党支部 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呀 匪夷所思 所以这个报道呢 他说这个党支部呢 覆盖了数万人 我对这个首先是有怀疑的 另外他这个党支部啊 是怎么成立的 归到哪个部门去管 哪个区上去管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石荒者的党支部 他应该有个归口单位 他们是基层党支部嘛 那你应该有个上级党支部 那么他是归到哪个地方呢 人才交流中心 还是说劳动局等等吧 对不对 这上面呢 也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的疑问 另外呢 他说现在这个党员呢 有116人 我觉得这个倒是差不多 116个人嘛 这个好弄 对不对 成立了六个党支部 我觉得嘛 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但是他说这个覆盖了几万人 这个地方是疑问太大了 还有呢 就是他有没有在这个石荒者中间 成立党支部的必要呢 对不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中国那么多人 那么多行业 他都没有去搞一个党支部 那么长春这个地方 别出精裁 在石荒者中间搞一个党支部 确实让我觉得啊 长春的人真是可以 觉悟呢 真是高 那么你相比较这个石荒者来说 那还有更多的行业嘛 对不对 比方说这个大型批发市场 这个菜市场 建筑工地等等吧 这些地方人员应该更多 更集中 但是呢 他没有单独报道 另外这个石荒者啊 我不知道在长春这个地方呢 他是怎么管理的 他就能把这些人呢 弄到一块 然后呢 就成立了一个相对稳的大支部 这个也是让人生怡啊 你像那个石破烂的啊 大家都知道吗 走劫窜向呀 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场所 甚至呢 可能还具无定所 那么这个党组织的工作 怎么去开展呢 这是大家的一个疑问吧 另外呢 你要想 这个长春的经济要有多么差 才把这么多人搞去石荒 对不对 长春也是个二三线城市吧 对不对 咋能搞了几万人在那石荒呢 我都想不通 你长春也不是非常大 弄了几万人 他到什么地方去石 对不对 现在你长春搞得党员都去石荒了 那你这个国家的建设是不是搞得也确实是有问题啊 你党员也算是赵家人 现在把这个赵家人都去搞得石破烂 那么这个全民奔小康 那到底是真还是假 对不对 让这些石荒家的党员出来给大家证实一下吧 他怎么靠这个石破烂过上了幸福生活 怎么样拖的贫 怎么样达到了小康 对不对 他可以出来说一下呀 因为从去年已经全国脱贫了 再没有穷人了呀 对不对 证明在中国呢 石破烂已经变成了一个能让人致富的行业 而且需要党去领导他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这个新闻啊 你看了以后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啊 那么这个党呢 他要把这个触角伸到这个石荒者中间呢 是不是这个石荒者太多呀 这也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对不对 因为这个共产党军商说嘛 党员要发挥这个先锋堡垒作用 那么在这个石荒者里头的这个党员呢 我们要把他组织起来 把这些群众呀 都管好 也就是监督好吧 看他们呀 不要搞破坏 不要讲这个对党不利的话 假如说这些人成了一个组织 搞这个秘密工作 对不对 利用这个石破烂做掩护 到处去散布那些对党不利的消息 这个危害性有多大的 所以呢 党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情况了 就是这个石荒者这一块 也要搞党建 也要把他们呀 放在党的领导之下 所以这个事呀 确实有很多想象啊 确实我说这个的时候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 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 你们自己去想 就是一个党 就是在长春这个地方 有了几万的石荒者 他还觉得很光荣 而且呢 他在这里头呢 成立了党支部 而且他还说呢 只要是有人源流动的地方 哪里都有鲜艳的党旗呀 这就是他当作一个党建的先进世界 在暴倒的世界 所以这个确实有点挑战我的记者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再隐身到看呢 那你都在这个石荒者中间 都要成立党支部 那么大家都知道 天下第一大帮是什么呢 丐帮嘛 对不对 那么需不需要去建党支部呢 丐帮的这个流动性更大呀 而且丐帮在全国分部的人员更广呀 而且有的丐帮呢 人家就是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还不像这个石荒者呢 属于一个松散的吧 他们没有什么组织 基本上就是按地域按老乡呢 可能有一些松散的这些 亲朋好友之间这样一个小团伙 对不对 但是丐帮呀 在各个地方呀 我相信他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你现在把党支部都建到石破烂那里头去了 那么丐帮是不是应该加进党建呢 对不对 假如说丐帮再起来闹事 那么共产党就不好弄了吧 这些人你看 送服夜出 然后呢 不用伪装不用化妆 就是走劫串项 这个你还不好检查 人家不用伪装 自然就是带着伪装 假如说他们也传播那些对党不利的消息呢 对不对 这个对党是不是也有威胁呢 那么我想按照这个步伐 是不是很快 这个丐帮呀 也要成了一个党支部 好吧 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 大家可以放开脑洞去想 我能讲出来的呢 只是一点点 大家即使广义去想啊 一定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